不論中共的大外宣或是認知作戰 這就是一場沒有煙消的戰爭 面對這樣不受限於平暫時的戰爭模式 輕則影響國人心防 重則可能造成國家的動盪 另外中共運用各種手段對我勤搜滲透 同樣研製持續進行中 The PLA uses various means to gather intelligence 像我認識一個朋友 近期就在網路上遇到不明人士主動接觸 宣稱要成真軍事顧問 只需要提供部隊一般資料 就可以拿到高額獎金 就我所知 這手法真的很常見 讓你覺得好像無害 Makes you feel like it's harmless But it's not 實際上就是要利用官兵 從事情收工作 絕大多數的人都會向上反映 或忽略這些沒營養的訊息 但還是要提醒大家 千萬不要因為貪圖小力而觸發了 是啊 接下來我們就透過保防單元具 來瞭解看似在平常不過的生活中 究竟暗藏什麼樣的陷阱 請一起收看波雲見日 結果 各位傾兄好 大家最近辛苦喔 初假前 至少在這邊跟大家做了林軒教 幾件事情 特別跟大家宣導一下 最近喔 有部隊發生官兵愜數 勤佔 機師機密資料 裝備 甚至上网拍卖的案例发生了 在这边一定要提醒各位 一定要用我们的洁生之爱 也再次提醒大家 对岸对我方的接触管道 已经朝网络等新兴的模式发展 有心人士可能会借由观察各位弟兄 在网络上 社群网站 或是网络拍卖等等的公开资讯 来锁定对象 进而接触 加以利用 请大家务必要特别注意 尤其演习将近 请各位弟兄 务必恪守保密规定 对外不要泄露公务资讯 以确保机密资讯安全 大家明白吗 明白 好 那接下来几天就是连续假期了 等等解散以后 大家就要开始休假 然后在休假期间 有几件事一定要特别提醒大家 在跟家人一区有接触的时候 千万不要提及军中的公务 或是事物相关等等的 若是有安排旅游行程的弟兄们 也要特别注意旅途及行车的安全 不要休假 不要去不盖去的地方 好好地陪伴的家人 干部的联络电话 相信大家都有 那遇到问题或是状况 请立即回报 那单位一定会派干部前去协助你 这样大家明白吗 明白 有没有问题 没有 好 那以上请大家紧急在心 那小心之后 我们就不敬意解散 那队长这边 祝大家 联价愉快 小心 谢谢队长 好 好 可以 好 我好 诶 玉铭 玉铭 你還在忙什麼 剛剛不是已經離圈完了嗎 怎麼還不回家 指揮部要求說要休假前 也把資料上傳完畢 我這邊弄完就沒事了 辛苦了 對了 倒是 你是晚上跑去當小偷 黑眼圈這麼深 還好吧你 沒事 我就只是最近睡不好而已 你不是號稱連地針都搖不醒的睡神嗎 怎麼會睡不好 我最近發生一點事不太順利 覺得很煩 對了 我家附近有一間公廟可靈了 你還不要去拜一下 好啊 在哪裡啊 在那個福國路橋旁邊那邊 我知道那裡耶 我小時候也在那附近長大 真假啊 那 那我們算是同鄉裡耶 那你一定知道那旁邊有一間很好吃的 巴掌 還有那個 好 你趕快回去啦 你不是要回去陪老婆嗎 對齁 好啦 那我就先回去囉 好 你忙完也快點回去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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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淯慶 黃大哥上次證來那批零件 你覺得怎麼樣 我跟你講,當然好 洪大哥,你上次從大陸進口那一批汽車改裝套件 品質超好,物美價廉,CP值超高 爽喔 爽 我跟你講,只是CP值高而已 特有很多關係,牽線,才能那麼快拿到貨 尤其像現在疫情,什麼東西都拖啊,鹽啊 沒有兩個月,三個月拿不到東西 拿到,個人都跑光了 真的 我跟你講,最重要像這一種 看到貨每天流泊水,每天想改裝 謝謝 一直催我,一直催我 誰受的,你看 洪大哥,人脈廣,真不是蓋子,我們敬你 有什麼需要可以盡量找我 對了,洪大哥 現在您的名稱已經傳遍全台 每天要找你問事的人,那個號碼拍 都不知道抽到幾號去 你不要亂講話 這個就真的是我的興趣 可以幫助到大家,也算是機等 你們看看,這就是為人謙虛 洪大哥,你這樣說就太客氣了啦 來,我們敬你 來… 敬洪大哥 有什麼問題,盡量問我啦 好 那我可以幫忙,就可以幫你 好 黃大哥,不好意思,我先離開一下 我好像看到我小時候一個滑車 我去打個招呼 在這裡喔 對,我們回頭命理管線喔 OK,OK,沒問題 先走喔 好,見 余銘 余銘 好久不見 真的是你耶 好巧喔 我們上一次見面是… 十年 有十幾年喔 上一次見面是… 同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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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最近在忙什麼大事業啊 老樣子啊 喔… 欸 不過… 你臉色怎麼看起來這麼差 還好嗎 還好嗎 只有最近發生很多事 隨時連連啊 因為我剛剛求的籤都是下下籤 先不要想那麼多啦 不然這樣好了 我帶你去見我們的彭大哥 他一定有辦法解決 彭大哥,他是誰啊 他是個命理師 而且… 我們認識很久 說不定可以幫你排一個命盤 算看看怎麼辦 如何 好吧 就死馬當活馬醫囉 啊… 先不要這麼悲觀啦 我跟你講 事情一定會有轉圜的餘地 走 帶你去找彭大哥 喂 這樣都好久不見了 啊… 你最近心裡會很忙嗎 其實還好… 來… 鑑長 怎麼那麼快就來了 彭大哥 我剛剛在廟裡遇到啊 真的是說得滑掉耶 林玉銘 啊… 玉銘 這位是彭聖毅 彭大哥 你有什麼問題啊 就直接問他 彭大哥,這是我剛剛求的錢 想請你幫我看一下 好,來,我看一下 謝謝 李先生 你寫一下你的出生年月日 還有時辰 謝謝 我幫你看一下 好 但時辰我不太清楚耶 沒關係,我來看 好 如果真正面斜 李先生,最近破產,還有車官,還有官司 黃大哥你怎麼那麼厲害 我只寫生辰你就知道了 我最近是真的蠻倒霉的 我投資的股票都跌了很多錢 前陣子的車禍我也要賠償 黃大哥這樣有辦法解決嗎 這個命盤看起來應該是做官的命 有沒有,我就跟你說彭大哥很靈 彭大哥,我朋友現在是做事官 那就對了 那彭大哥,我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改善 你現在回去,把你的客廳擺設改變一下 還有,室內所有植物盆栽都移到戶外 然後大門,進門,對角,那個位置 如果有東西把它清掉,不要擺東西 先這樣,應該會有改善 但是喔,不可能完全沒有事 不過你也不用擔心喔 有什麼問題,歡迎隨時來問我 現成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謝謝彭大哥 彭大哥說的你要記住喔 好,彭大哥,謝謝你 我先送我媽子出去喔 好 生命好,有在關心你喔 謝謝 謝謝,我沒事了 靳晨,你這禮拜可以幫我約一下彭大哥嗎 我自從上次聽她的建議改變擺設之後 事情真的有超好的方向進展 但是還沒有完全成功 我想再問問她後續該怎麼做 好啊,那就這麼說定囉 我禮拜六去找你 好,拜拜 明明,你上次有去拜拜吧 怎麼樣,真的很靈驗嗎 因為我最近也遇到很多事情 我也想去看看 我上次有個朋友 他帶我去找一個命理師 他叫彭大哥 他會給我一些建議啊 然後我聽到他的建議之後 我的事情真的有好轉 真的假的啊 那太好了 因為我最近也是衰到家 還是我跟妳一起去 當然可以啊,沒問題啊 那太好了 那我到時候再跟你約 好啊 好啊